葛优遭遇性危机 李亚鹏和他的燕燃天使基金也一样 爆料人周小云从去年开始连续发长微博 直指燕燃天使基金水深有黑幕 更将矛头对准李亚鹏 认为其假慈善真牟利 还涉嫌侵吞明星和企业捐款 在李亚鹏方给予回击辩驳的同时 远近至此的前妻王妃 昨日也在微博力挺前夫及其团队 有些事不要说做 就连念头也不可能动一下的 我对燕燃团队的每一位都深具这样的信心 无论世界如何黑暗 我们仍要立志作战明灯 无论人间如何充满险诈 我们仍要勇敢地做个好人 加散心不散 网友来点赞 就连周小云也在多条针对燕燃天使和李亚鹏的常微博里 都盛赞王妃美好品格 只是如今天后仍旧站在前夫阵营 这似乎形成了你爱我我爱她的三角链 把悬疑片演成爱情片 看啊 这是Q就不觉得 在慈善的问题上 再多饱含情感的语句也显得空泛 公开透明的细节数据 绝对比某人只言片语的影响力来得更有意义 隔行如隔山容易被看穿 话说指导完马年春晚 小钢炮就在吐槽声中消失了 平时爱骂个鸭的微博还停留在舌年 日前他终于现身接受某杂志专访 坦言直到春晚是替1942还账 哎妈 私人定制是替1942还账 马年春晚是替1942还账 用昏招弥补昏招 你到底欠了多少个昏庸糊涂账啊 访谈中他更直言 让老百姓满意是狭话 让老百姓满意 前提是你必须让领导满意 领导不满意 老百姓看不见 这倒是句实在话 但怎么听 怎么想为自己失败的春晚作品找借口呢 最后他还说不想拍电影了 就想呆着 春晚改变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三观敬毁的传说 原来是真的啊 与乱敬虚 与乱敬虚 大家看不见 并非